您歡迎 熱烈歡迎 非常歡迎戴豪學成歸國 歸國華僑 那因為我相信戴豪就是回來以後 我相信他整個人一定會 應該會更加的成熟啦 那對我們來說今天這場比賽是一定是很難打 原本就有一個唐瑪士再加上一個戴豪 那因為其實我們禁區人手其實還算是還蠻充足的 那我相信我們就是也不會說用什麼特別的策略去包夾還是怎麼樣 就是看場上的情況啦 如果說真的是我們裡面守不住的話 可能我相信教練團應該會有一些不一樣的包夾的策略 但是其實我覺得他們比較可怕的還是就是他們的速度還有他們的外線 那至於戴豪和湯瑪士的地方就是盡量不要讓他們搶到太多的進攻籃板 就是這才是重點 哈孝遠在賽前非常搞笑的歡迎吳戴豪回來了 好像這個江西的小學生來歡迎聯誼也一樣啦 不過王老師他其實也特別提到了 其實哈孝遠談到說除了吳戴豪之外 目前東森林洋最可怕的應該還是他們的洋將湯瑪士 沒錯我想這個卡瑪士依他現在的表現呢 他的腳傷應該還沒有百分之百的權益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他每一場球還有這種實力的發揮 這個球員的一些潛能和潛力確實是非常可怕 因為他不貪工 他把他所有該做的事情在一場比賽中間 他都可以把它完成得非常的完整 尤其在籃板球跟斜防以及最後主攻上面呢 他在可以做到我的表現的淋漓盡致 這才是對整個球隊的攻防戰力提升最明顯 而且最有力的地方 我們來看看東森的觀戰重點呢 湯瑪士在最近的五場比賽平均可以攻向20.8分 而且對東森來講的救援投手吳戴豪歸對了 那所以吳戴豪即將和湯瑪士來組成東森林洋隊的雙塔呢 當然他們是希望能夠在最後這12場比賽至少贏得8勝 郭老師你一個判斷這個難度是不是還蠻高的呢 機會呢絕對是有的 這個東森呢這個球隊他本來最弱的地方就是在禁區裡面的攻防 湯瑪士畢竟是一個人很難夠去支撐 吳戴豪回來以後他最弱的地方呢 很有可能會變成SBO7支球隊裡面最強勢的這個區域 好我們賽前呢當然也要訪問到學成歸國的吳戴豪 那戴豪要跟大家談談在美國他學習到最多地方是什麼 至於說我從美國那邊學到的東西可能就是經驗跟與勞美的對抗吧 因為這是在台灣所學不到的 對啊然後昨天練球的時候因為我這兩天還是有時差的問題嘛 所以說昨天我就稍微到球場動一動然後跟著球隊跑跑戰術 然後我其實在那邊我有注意到我們 我還是有持續在注意說我們台灣的SBL 因為我有看新聞看轉播所以說 所以我們今年這樣的陣容算還不錯 對啊 你有心情嗎? 心情嗎? 因為今天這個場地是白館嘛 虧了兩年多了 然後覺得心情還蠻緊張 而且剛剛停完車走進來的時候 哇好多人就越來越緊張 哇好多人就越來越緊張 對啊 虧了兩年多了